大家好,我是悠悠小主播小虎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今年的2月8号是国家放风筝日 National K-Flying Day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天 能带着各种不同造型的风筝走向大自然 你知道这个风靡全世界的玩具 原来是为了战争而发明的吗 还有Benjamin Franklin又因为风筝 而发明了什么造福人类的设计呢 接下来的报道让你了解今天学习新知 根据记载,最早的风筝 是由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莫子所发明的 一直到13世纪 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才将风筝带回了欧洲 让西方人了解到风筝的魅力 后来美国开国元老Benjamin Franklin 利用风筝发现了电的正极和负极 因而发明了避雷针 甚至连最早的广播信号 都是因为风筝才可以跨越大西洋的 现在风筝已经演化成各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娱乐 连冲浪都可以用风筝来冲浪 告诉你一些有趣的小知识 单一风筝放飞最高可达16000公尺 最长的风筝有3394公尺 最快的风筝每小时可达120英里 还有全世界最多同时起飞的风筝 多达11284个 这么特别的奇景 让小主播很好奇 底下放飞风筝的人会不会撞到 还有风筝线会不会在空中打劫呢 又有小主播小虎乐山记报道